1976年,叶剑英将军在为主席守灵时悄悄离场,借接待外宾之名与人相见,叶将军为何要如此仔细地见人,这件事又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1976年9月9日,我们伟大的领导人毛主席与世长辞,消息一经流出举国悲痛,全国上下都沉浸在一片哀伤之间,然而与此同时,一些肮脏的势力也在暗流涌动。 主席去世后,其哀悼活动地点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智丧期间,全党各级领导都纷纷到场为主席哀悼守灵。 然而,9月15日那天,本在守灵的领导们却发生了一些小差距。 当天本来为主席守灵的叶剑英将军只在灵堂待了一会儿就步履匆匆地离开了,面对询问也只说了一句见外宾。 究竟是怎样的外宾需要在守灵的时候急着见面? 还是说这件事另有隐情? 殊不知,正是这次的偷偷见面改变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点个关注,一起揭秘叶将军守灵兼约人事件。 叶将军从人民大会堂的哀悼现场走出来后,立即来到了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 此刻,办公室里的人已经等候多时了,见叶将军推门进来立即起身迎接,叶将军也忙迎了上去, 两双不再年轻但恐无有力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原来,叶将军借口偷偷会面的人竟是自己的老战友,也是毛主席生前最信任的人之一,汪东兴。 两人一见面,叶将军立即郑重地向汪东兴询问对当前局势的看法,紧接着两人就密切地聊了起来。 王东兴是谁?叶将军又为何非要如此这般的秘密与他交谈?原来,这件事的发生竟然与主席临终前的嘱托有关。 1976年,在主席去世之前,曾两次将叶帅召见到病床前,但没有任何嘱托,叶帅不禁郁闷,主席究竟有什么话要说呢? 这几度令其疑惑不解。直至主席突然离世,江青几人竟只在首领现场出现了,一次就再也没有出现,反而加大了背后对政治上的侵犯活动,叶帅这才明白主席临终前对他寄予的厚望。 不能再放任江青他们,继续放肆下去了,中国得知不义的新年华不能毁在他们的争权谋事之中,必须对他们斩草除根,还中国政坛一片清明。 为此,叶帅私下制定了一系列计划,而这些计划实施的第一步就是汪东兴,此刻还沉浸在悲伤中的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一场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1976年,叶剑英将军在为主席守灵时,悄悄离场,借接待外宾之名与人相见,一次神秘的会见即将给中国带来新生。 叶帅在洞西主席临终前的嘱托之重大后,日夜寝室难安,他早就看江青等人不顺眼了,只是一直苦于找不到机会铲除他们。 这次由主席的临终受益,叶帅信心大增,开始寻找这件事的突破口。 经过数天的思考,叶帅觉得这件事最重要的是,要看党内有多少人支持自己的行动,一旦找到自己的同盟,只要联合想改变当时现状的人,不愁斗不过江青他们。 于是,为了不打草惊蛇,叶帅借接见外宾的由头,偷偷约见,跟随了主席29年的警卫人员,汪东兴,询问这位主席生前极度信任的人,关于当前局势的看法,只要得到他的肯定,就不用愁接下来与其他领导的合作。 谁知汪东兴一听叶帅的这个问题,就开始倒苦水一样,向叶帅倾诉了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其态度已是昭然若揭,二人一派准备即将开始准备更深层次的行动。 而此时的叶帅也并不是孤军奋战的,另一组搭档也正在暗暗准备着。 9月24日傍晚,一辆黑色红旗车在夜色中的北京街道缓缓行驶。 他先是在去北京动物园的街道上慢慢行驶着,接着一个急转弯就来到了西山,敲响了叶帅家的大门,而叶帅看到来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奉命来的吧。 原来早在周总理逝世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而来人就是华国锋的密友李先念,他是与华国锋商讨后才决定来找叶帅。 这是因为在任命华国锋的第一文件上还有一句话,那就是叶剑英因病休息由陈希莲接任叶剑英主持军队工作,而叶帅根本没病,这其中是谁的手笔就可见一斑了。 李先念见到叶剑英后,当即向叶帅讲说了自己同华国锋的一些想法,叶帅十分高兴,两人交谈甚欢,在分别时定下与华国锋第二天相见的约定。 第二天,为了不引人注意,叶帅也是辗转多次来到了华国锋的驻地。 二人细聊了行动的主要方案和可用的人员,在经过细细盘算之后定下在10月6日正式行动。 此刻还在自己美梦中酣睡的江青们,可能还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噩梦就要来了。 1976年,叶剑英将军在为主席守灵时,悄悄离场,借接待外宾之名与人相见,一次神秘的会见即将给中国带来新声。 在叶帅与华国锋见面后,他们又与汪东兴有分别进行了多次会面。 在不断的细节打磨中,他们决定,由于江青等人在盘踞多年,未保万无一失,在将其顺利抓捕后,需将其分别隔离在不同的房间审讯,以防止他们临岸串供,垂死挣扎。 10月4日上午,汪东兴以一级战备的名义检查了地下工程内的各隔离点,并对里面的安全措施,机电设施,甚至是家居用品进行全面检查。 检查后,交由8341部队在绝对保密条件下进行管理,以保证行动实施的连贯性。 10月5日,汪东兴又秘密地陪华国锋再次检查了各隔离点的封闭性和安全性。 接着,汪东兴又对淮仁堂会场进行了细致的部署检查,并制定了非正常情况下的几种应急方案,以求一次抓获,不给敌人任何逃脱的机会。 为了将敌人一网打尽,叶帅等人从8341部队的精锐中又精益求精挑选了一批精良的行动小组,对他们进行了重新的编组,分别埋伏在江青等人住宅附近,以防止6号请军入瓮计划失败后仍能顺利对他们进行抓捕。 关于6号的抓捕行动,他们的计划是借口当时常常召开的毛选、研读、会议,将将精们引到早已布置好的还仁堂,等他们一道立即实施抓捕,不等他们互相会面立即隔离审讯。 如果他们借口不来,则由埋伏的8341部队对其进行抓捕。 一切准备就绪,只剩正式行动了。 10月6日,叶帅像往常一样起床,吃饭,看报,看起来与平常无异,但细看不难发现叶帅一整天都在围着电话转圈。 下午3点半,叶帅接到电话通知,晚上8点,政治局将在淮仁堂召开常委会,审议、毛选、五卷,要求提前一小时到,行动开始了。 晚上7点整,叶剑英准时来到淮仁堂前,华国锋紧跟起后,两人几乎是一同走进淮仁堂。 而与平常不太一样的是,中央警卫局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此刻正带领一对警卫躲在屏风后面,警惕地观察着堂内的变化。 7点55分,王洪文刚走进淮仁堂大门,几位警卫立即向他走来,并拿出明晃晃的手铐。 王洪文一看不妙立即大喊,我是来开会的,你们要干什么? 但此刻喊话显然不管用了,华国锋当场宣布了他的罪行,并依法炮制将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一一制服,分别隔离关押了起来。 一切妥当后,在当晚9点的时候,叶剑英和华国锋召见耿彪令其带一个营去接管被江青等人控制的人民广播电视台和新华社等新闻机构,不给江青等人以任何的可乘之机。 晚10点,中共中央各级领导人齐聚叶帅那里开会,会议一直持续到了7号凌晨4点。 会议结束,天亮了,属于中国的新未来也亮了。 危害中国多年的江青团体终于被铲除,中国即将奔赴新的天地。